L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藍色吧 藍色是選擇日本人 日本這位玩家分數非常高 2681分 甚至比右的分數還要高了 絕對不是泛泛之輩 他應該是Nikon 後面這個Nikon 他前面好像新增了一個名字 我有點看不太懂 Nikon分數這麼高也是不太意外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兩位高手的一個對決吧 那日本人選擇的這個感覺 是比較算是在練習之後的版本 這邊大家都知道 下次大改版的時候 日本人也算是一個小小的buff 有這個卵甲技術的關係 欸 日本有嗎 好像有了 有點忘記日本有沒有這個卵甲技術了 那日本人的話他是算是步兵文明 那封建時代開始 步兵攻擊速度就有這個33%的效果 前期打棒棒都不錯 後期還可以打日潤武士強裸都可以 比較可惜的是他衝撤沒有大衝撤 但是他劇情投石機有強化 只要發射這個彈 投石器之後 彈射器吧 彈射器這個精冠科技之後 裝拆速度很快之外 四倍的速度 然後再加上攻擊力 攻擊速度加33% 攻速最快的效果 就是這個日本人 那日本人對我的感覺 他算是前中後期 都不會說一個太陸的感覺 那在封建時代 跟城堡時代算是 他比較一個... 應該算是城堡時代而已 比較難打一點 城堡時代偏難打 但是到帝龍時代 就是他的全盛時期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立陶宛 立陶宛的話這個文明 也是偏後期的文明 前期的話沒什麼太大特色 他最大特色就是這個 一開始會多150肉 所以他比別人生時代 可以再更早一點 可以打個極限肉馬 打個什麼16、17匹 是可以考慮的 那他到了後期的話 還是要去撿生物 每撿一個生物都可以增加騎士 跟他的寶兵立陶宛的 夜提示的這個單位 都可以增加攻擊力 那最多可以加4攻 所以他的封建時代 最好是要有打贏對手 城堡時代也有優勢 上城堡時代優勢 勝率趕快一出去 趕快去撿這個生物 才是重點 那除此之外 他的毛兵跟長相兵 都有這個移動速度加成 所以造就他在封建時代 並不會有一個太差的結果 甚至擁有主動權 而且是這個毛兵 移動速度夠快 就可以秀對手 但是這個戲劇超度的部分 我就先不多談 好OK 那兩邊 一個是蠻穩健的上 那右這邊 感覺是要來極限上封建時代 這個肉量已經可以上了 559 16P點封建 17P才對 超級早的 那7Z可以再更早 1617P的 那他這邊是選擇17P上 17P也算是很快的 16P是太極限了 那我覺得17P也不錯 那17P的一個重點 就是你 點鋒建時代之後 就要趕快拿村民 去採木頭 避免自己的木頭不夠 連這個 均勻都按不下去 然後後面的這個 馬舊也按不下 所以這邊他要趕快 瘋狂補木頭 肉類的話 現在四個人吃就差不多了 趕快把這一頭 露肉吃完就差不多了 然後趕快去點這個 均勻出來 好 待會還要再下馬就 他這樣木頭非常缺的 好 那日本這邊果然 是打了棒棒 那日本我們剛好講到 封建時代也是他滿強的一個時間點 是因為他日本的棒棒 一過去之後 三隻棒棒轉裝甲步兵 傷害是非常強大的 畢竟有這個攻速加成 三隻裝甲等於四隻裝甲的傷害 非常難纏 砍那個村民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好 那兩邊 封建時代大約差了快一分鐘 那魚偶這邊 趕快會補一個馬舊 應該是兩個人蓋的 好這兩個人沒錯 因為打極限肉馬的話 通常是兩個人比較好 比較能打出這個 極限肉馬的架子 好木頭一補上 馬就蓋下 點下這個一級伐木 還有這個 織布技術 那他這個 極速肉馬的打法 就是不點織布的 好 那日本這邊也是 要快到這裡 這邊補一個房子 避免卡人口 好 細節都有做到 但這個希望可以房子 趕快蓋好再走 OK 房子一蓋好 看到兩隻棒棒 但是 你看這邊看到 右這邊是打一個 極限肉馬的關係 大家這邊在思考 要不要上裝甲步兵 而且只有按兩隻棒棒 那通常兩隻棒棒之後 就不會太確定 再按這個裝甲步兵的升級 很多就是兩棒棒 打到底 好 那目前看起來 日本這邊還按幾隻長槍兵 要來直接防守 那棒棒主要騷擾 但又沒有第一時間 把自己的刺頭 派到對手家領地去做騷擾 反而是把這些肉馬 派到家裡防守 欸 這邊換掉 擬控的肉馬 很讚 好 那這邊棒棒 就可以開始反打一下 但是刺頭這邊 還是有主動權 因為數量上有壓制的關係 這邊想換一隻刺頭 能換到 哎呀還算可以 這個結果 並不會太差 好 那 日本的棒棒公司 已經宣告結束了 兩隻長的兵到前線來 想來幫忙 能戳到一下嗎 沒辦法戳到 長槍兵過來也只會被村民打 長槍兵只有三攻 長槍兵只有三攻 村民也是三攻 但是 村民的防禦力是多一點的 這個 近戰防禦力 所以沒那麼好打 受兵好像被反殺 所以這長槍兵只能在那邊 繞來繞去 看一下對手 那這邊長槍兵 稍微再按個幾隻 這邊要 捅一下 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下這個木槍 這邊要上了 哇 這個直接抓到一村 沒問題 這裡沒有空好 所以他這個被抓到一村 其實不冤 他明明就已經看到了 但金礦處 卻忘記 左邊這邊的村民要圍 一空稍微出現了一點小小失誤 那封建石在被抓一村 其實也是小小傷 一點點 以前都會說 死一村基本上不用玩 現在沒那麼嚴格 現在死個兩三村還能打 有沒有看過 VIPER死封建石三村 然後後面還打回來了 只是現在沒那麼一定 後期能打回來機率 還是有 就是要看一定要怎麼去 怎麼出兵打 好 那這邊按的毛兵其實有點多 這邊應該是看到射箭場 但裡面囤的工兵數量 唉唷很多 我還以為他要囤到十隻在出門 這邊囤了五隻 好這邊看到工兵出來 毛兵守在這個高地 好 兩邊都打一個偏農喔 正常農上去 然後要來準備打城堡時代的路線 好這邊一上高地 直接被毛兵投死 而且這邊還點一級防欸 工兵護獎 哇最謹慎的那種 那尼控這樣打 我不確定 兩邊這樣瘋狂打封建 會不會比較好 那確實實喔 如果讓 又這邊太早上到城堡時代的話 尼控會很不舒服 因為他會很早去撿那個聖物的關係 好這邊刺猴按的有點多 三隻刺猴直接開始無雙 但是沒有預防喔 所以毛兵回頭打 還是可以打出一點血量的 OK果然收掉了一隻刺猴 工兵應該會先打 沒錯先打工兵 有點卡彈 攻擊被取消 OK最後一發還是收掉一隻工兵 好兩隻刺猴繼續無雙想要打 但這邊毛兵沒有預防的關係 直接打包這些刺猴沒什麼問題 最後一隻能跑掉嗎 可以五滴血 好剩下少量的工兵跟長兵了 讓他兩邊有點拖到 右的這邊上城堡時代的感覺 那這邊四級其實不用下喔 就可以點了 他不是有兵工場 對啊不用等這個四級 好 OK他四級補這個位置有點問號 他確定是為什麼要放這個位置 如果是我的話我也想放這個位置 稍微賭下口 賭這個口的話可能是要直接拉扯門 然後這邊賭起來 外面這個模仿就不灑天了 直接把模仿當防止用 當圍牆用了 好那我們就稍微再加速一下 兩邊的工兵也是 沒有在做任何事情 就是在做防守 那用這邊也是非常小心喔 盡量的不去送自己的工兵 因為這邊工兵很珍貴喔 要等到城堡時代喔 才能展現出工兵升級奴兵的價值 再去跟對方打 不然現在直接被毛兵收掉 其實蠻虧的 好所以這邊還有出幾隻肉毛 去來防守對方的毛兵直接入侵 這邊工兵的位置 這邊給下二級射跟風行巨 那這邊TC絕對是沒辦法補下的 這邊是打一個正常的升級模式 那立陶宛這邊也是 戰毛加二級射 那待會立陶宛應該會先優先開下很多TC喔 欸這邊直接挖石頭蓋城堡 我以為他會先蓋TC欸 結果城堡先蓋嗎 然後來守住這塊主金的關係喔 很努力喔 好這個房子可能要趕快派村民來修 或是直接補移動房子在這個位置 會比較好 不然後面這個奴兵再射3F高 這邊直接打掉了一隻刺猴 給的壓力最後 是沒有想要繼續強攻這個主金的位置喔 看來還是會先打後方喔 那尼控這邊果然是打一個 騎士加奴兵的一個組合喔 這個組合壓制力非常強大喔 好 森林果然出來 那右這邊喔 可以考慮直接轉成 列提斯加戰毛兵的打法 列提斯是打對方騎士喔 然後加三屢去抵抗 那弓兵部分也可以用列提斯 那毛兵部分就可以暫死喔 不用按那麼多喔 稍微一時一時一下喔 看對手有沒有出更多喔 如果出更多再繼續按就好了 這邊趕快補列提斯跟生旅的數量喔 比較重要 那日本這邊也是喔 要趕快去按這個生旅了 能多撿幾個生物喔 都對他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這邊伺候想要去抓生旅 這邊直接拉一隻列提斯去開打 4下戳11隻 刺頭沒問題 哇 發戰怎麼跑這麼快 1.55跑速 1.40 好 列提斯跑速本來就比較慢一點 好 沒錯 好像奇怪怎麼跑這麼快的感覺 應該不可能點這個 跟蹤技術吧 我記得日本 欸 日本有跟蹤技術嗎 好像好像沒有吧 還是騎士有 有點忘記日本有沒有了 因為日本是沒有三防的 記得日本的肉馬也是偏爛的 只有輕騎病而已 那應該還是有跑速吧 跑速跟拼我都有 印象中是這樣子 好 那工兵其實蠻好打 列提斯的 列提斯防御率是偏薄的 因為他本身不像騎士有二防的 所以列提斯這邊要反擊工兵 要需要思考 不能這麼的隨意直接開打 這邊想要頂斯恩旅 但是騎士去cover一下 但果然沒有防禦的 列提斯很快就要被收掉了 哇 這邊直接頂掉老頭 哇 這個很細節 直接秀爛對手 尼控這邊的控兵控得很不錯 又難得苦戰了 平常又都是壓制對手的那一方 沒想到他這一場遇到這個日本 尼控被壓制打的感覺 那確實文明上是有點 從湯特到這個立陶宛 有點壓制住對手 但現在 現在兵種是沒有到非常到壓制 只是到後期的話會更壓制一點 這個列提斯還是要趕快去撿生物 好 趕快撿 好 工兵回家補個血量 讓老頭 跟老頭一起出門去撿生物 好 這邊補消了彈道靴 好 這邊補消了彈道靴 3TC也開農 又以這邊也是了 3TC也繼續農了下去 兩邊二級農都沒有點 我覺得有點尷尬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想要補3TC之後 馬上按下這個二級農 因為你3TC之後一定會灑大量的田 如果能趕上這個二級農的肉量的話 會更賺 經濟會再好上一些 好 又這邊也沒有打算上二級農啊 好 這邊怕斷村的關係喔 所以沒有按二級農 好 只能直接抓掉一隻生女 可以 好 看來這個生物拿不下來了 工兵過來了 欸 祝果還遭翔到咧 哇 這樣不虧 我快跑 我快跑 哇 活下來了這個列騎士 叛逃的列騎士 好 工兵想要上高地 直接反擊 但騎士已經上的話 會有點難打 喔 這邊生女走位走得不錯 直接躲掉在毛病的傷害 好 上高地 老頭想要跑 能再收掉一隻老頭嗎 喜量被拉了回來 唉呀 剩下一滴血的生女 沒想到毛病沒辦法解決 哇 又這邊有點小虧 欸 木頭有點爆量 這邊趕快補這個農田 過了太多了 聽傻聽 二級農中一點了 終於意識到二級農的重要性了嗎 好 日本補下了神聖思想 要來強化生女 對抗對方列騎士喔 會有個不錯的效果 所以這本身勝旅數量也是按得蠻多 所以補這個神聖思想沒什麼毛病 好 三隻騎士 再追兩隻列騎士 提供速度是1.35 列騎士是1.54 全過來 要收村嗎 四搜 直接用三隻騎士硬扛 補了一個四級 要來調配一下經濟 然後靠一波買賣 直接上地龍實彈 好 生女第一時間 遭翔 直接讓對手低調了一隻列騎士 結果這邊列騎士 發揮的有點被綁手綁腳的感覺 這兩隻騎士能打贏嗎 感覺只能一換一 哇 三換一才對 不是一換一 列騎士的無視防禦 的傷害實在太高了 哇 直接開撞 直接村民 裝爛 裝爛 這邊村民 三下可以被撞死 欸 這邊突然換隻打 還是可以撞到一隻 欸 被招到 可以喔 這個招想很快 好 這邊直接一個毒口 但是要再損失一隻村民了 但是 米空這邊的村民領先還是蠻多的 112村了 那右這邊只有90幾村了 好 那右這邊是比較早上的地龍時代 米空這邊稍微慢了一點 但村民術依舊有這個優勢在 好 中間這裡補一個城堡 可以守一下這塊礦區 合起來是非常高的高地 那米空這邊待會應該還是會轉步兵 只靠攻兵是不太行 雖然立體師遠防跟近防都不高 血量也沒有到很多 就一般騎士的血量 到地龍時代的話 沒有那麼多聖物 其實打起來壓力也沒那麼大 他只拿到兩個聖物欸 哇 有點慘 那也算是當山宮了啦 好 到地龍時代之後 這個立陶宛少了兩個聖物的傷害 會差蠻多的 好 下 四隻聖女 能集市找完嗎 找到兩隻 沒有空完全 哇 三隻聖女 全部進入CD時間 兩隻被撞死 再兩隻被收掉 很可惜喔 不然原本這四隻 可能一次全部收完的 他這邊只是一時一時一下 著想一下 他可能覺得對手會撤退喔 就沒有直接拉四隻 同時去著想 好 這邊有個高地優勢喔 高地列體師 這邊修正一下 自己換到高地 直接反殺成功 剩下十二滴血 聖女可能大難零頭 哇哇哇哇哇 這個細節打得很不錯 這個用臭命扁扁應該可以喔 臭命圍毆 One punch 拳套拿下 好 上方更多列體師 這邊要轉 血了 Oh my god 這邊應該可以 招著一隻血 比較多列體師反殺 這邊直接取消了 他想要招血多了 結果那隻血多死掉 所以點到地板 中斷司法 好 那三方點下列體師 防禦還不錯 來到五了 但依舊 如果要繼續打列體師的話 這個金瑞喔 趕快點下 但現在要點金瑞有點困難 現在光出這些單位喔 就太耗費資源了 日本這邊轉出了長槍兵 還會擋這個列體師 效果就不錯了 那這邊又很早就要來控 這個金礦區了喔 雖然我覺得蓋這個位置更好 但這個太侵略性了 應該很快就會被拆掉了 但可以守住對方的主精喔 那野精這部分也可以稍微守一下 其實蠻不錯的喔 這個位置相對保守一點 可能害怕對方攻兵吧 所以就沒有蓋那麼前線 好 日本這邊城堡 果然蓋了三隻巨頭司機 直接開拆 那右這邊三巨頭沒有先插起來 他可能是覺得 認為自己的軍力現在不夠的關係喔 如果巨頭開丟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換掉喔 這是比較有可能的 因為他這邊經濟資源其實並不太好 因為金瑞列體師點下了 他也快要破產了 好 攻擊力變高一點 血量也多一些 變成20攻了 那列體師最高可以到22攻喔 少了這兩攻其實還是有差的 撞村民的話我記得22攻 只要撞兩下村民就可以死一隻喔 所以他現在如果去衝進去撞村民的話要三下 這個差距真的蠻大的 好 這邊巨頭司機直接拉到左邊 不跟你對打 雖然家裡城堡爆了 但是這邊日本工兵沒有直接選的進去 好 這邊點下了彈射器 距離醒頭司機的裝拆速度變成4倍 而且攻速有33%加成 好 那這邊蠻意外的喔 又這邊直接打一個後線 對手日本拉了一堆疾兵過來回救 哇 這打騎兵也只要三下就可以死了 好強啊 列體師 看這邊也是搓爛 好 這邊趕快去打這個巨頭 能拆到一台嗎 好像可以耶 哇 搓到一台就很賺 好 中間這個城堡也拆掉 列體師又這邊聚集了大量的騎兵 直接要來硬上了 這4台巨頭可能完了 沒了 這個可能跑不掉 直接針對4巨頭賺了800金 好賺 好賺 好 這邊直接原地開打 但是有更多疾兵補過來 其實有點傷 所以攻兵傷害也是很高的 是狀程度的 這裡還在追 OK 巨頭追完了 那又這邊進攻的手段 已經全部消失了 那日本這邊要防守的話有兩個辦法 一個是直接補下大型箭塔 在家裡用他的銀貫科技 再加上這個箭頭俠 讓這個箭塔的傷害力大幅提升 防守的程度其實還蠻不錯的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放騎兵在家裡防守 也是一個辦法 但是就顯得被動一點 然後範圍也沒那麼廣 所以就要看一下 這邊你狂要怎麼打 好 這邊裝了一波 好 家裡的弄田 比較少人在種田了 原來這邊有洞 所以日本這邊 其實隨時都可以進去 又也是有點擔心 如果直接殺箭怎麼辦 其實又現在一直在避戰 故意不打 這邊轉出了這個戰毛兵 家裡這些列提斯繼續騷擾 幾兵加上僧侶 稍微擋下 好 正面這邊列提斯直接上來拆個一波 打的其實還不錯 但是自己也被送掉了非常多列提斯 但是戳掉了三台軍 托斯基很賺 哇 這一波雖然拆到城堡 又只剩下一座城堡可以產列提斯了 但這樣打下去又可能會很難打 而且對方還有擊兵 這邊還短處的日本武士 哇 日本武士這個單位 砍列提斯傷害又再更高一點 這邊我們的日本武士砍所有的寶兵 傷害都是一級棒的 好 這塊情況有稍微熟住 其實還蠻賺的 又還有一塊救命金 農田部分一直被騷擾有點麻煩 這邊趕快在後方再去撒農田比較好 好 最近托斯基應該沒意外的 這個提斯很快也要拿下來 這個列提斯一直在跑 好 飛之 那又有現在的打法喔 還是全力爆戰矛就好了 我覺得全力爆戰矛 然後按點落馬 就可以了 都是列提斯繼續按 但列提斯現在爆的數量太少 所以可以考慮喔 轉一下一些騎士出來打 那我覺得轉騎士好像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這邊必須人家有強弩 或是直接轉成步兵單位喔 反正他有塔墩技術嘛 可以加一點遠防 出長槍兵 也是一個選擇 但立陶宛這邊沒有打算這樣打 哇 日本武士已經殺進去了 日本武士已經殺進去了 人家都開砍了 二刀流日本武士 上去運砍戰毛兵 戰毛兵看到日本武士直接灑住 毫無抵抗之力 開砍 哇 太多日本武士 偷抓村民 而已 又這個雙線 瘋狂B戰 家裡只用戰毛兵防守 日本武士被戰毛打還是有點傷害 好 這裡要精銳喔 精銳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上前 靠列提斯 列提斯 血量瞬間蒸發 直接送光 好 打完日本武士換戰毛兵 戰毛兵看到日本武士過來 只能射射發抖 趕快後退 走到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這裡補一下拇指環 增加強弩的攻擊速度 有拇指環之後 攻兵就會很強大 日本武士繼續掃蕩 可以嗎 這邊要手一下巨頭 全部拉回 應該還是可以第一時間拆掉巨頭機 沒問題 但這幾隻列提斯 應該難得好意思 全部被收掉 這樣子換起來的話 又沒有比較賺 反正是很虧 但他現在也只能這樣子 去拖延時間 去爭取更多時間 轉出經濟 或是爆其他的兵種 日本武士很坦很坦 這邊精銳點一下了 十二加一 遠防武 開砍 列提斯 直接又蒸發 更多日本武士又走得上來 人家日本武士只要二十幾斤 二十五斤 還三十斤的樣子 我已經忘記了 哇 CP值夠高 砍爆 哇這村民太慘了 到巨頭機繼續輸出 下方農田基本上 已經被打到生物法治裡了 農田直接被躲了一大片 又有的經濟管出現的問題 兩千多目 但是沒有任何的食物了 食物已經用到急 這邊要再繼續打下去 感覺是有點困難 戰毛病的數量 只剩下五隻左右 完蛋 拿不下 打出了聚聚 哇 又這邊打得非常極限 出了一百一十八隻的列提斯 黃金還有一千多 但是很明顯是肉不夠的問題 那尼控這邊打得也算是 蠻中規中矩的 並沒有那麼激進 很穩定的去打了強武出來 再幫人打這個級兵 雖然巨頭很多都不會拆掉了 花了蠻多金在巨型投石機身上 但後期又轉出這個日本武士 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單位 沒有日本武士的話 列提斯雖然還是可以用急兵打 但是打這些戰毛兵 急兵是做不到的 那日本武士的話 打列提斯跟戰兵都可以 非常兩相宜的單位 真的是太猛了 日本武士 每次看到日本武士我都覺得很爽 攻擊速度超高 那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日本這邊有點小贏 那立陶宛這邊經濟有點慘 那應該肉量要再更多一點 但如果只有贏日本一千而已 非常非常尷尬 這個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看一下 三級農沒有點 三級農沒點其實還好 感覺是二級農 太晚點的關係 你們看這個二級農時間點 其實有點偏晚了 日本這邊啊 日本二級農偏晚一點 但是又很早就點了 但我覺得蠻奇怪的是 立陶宛這邊農田被打這麼久 居然還可以贏一千肉 我覺得蠻不可思議的 照理來說 應該直接連肉都會輸吧 你看這片田 上面這片田不能種 後面沒有撒更多田 感覺右眼後期半放棄了 所以這個肉量才會輸 贏這麼一點點 那日本這邊你看 後面有轉出一些農田 農田就很明顯 到69片田 這個肉量就很適合轉奇兵 跟日本武士的肉量 他們都有把這些細節做到好 這就是高端跟一般玩家的一個 經濟配置的不同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也請記得按下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